尤其好多饭店的金鸡母餐厅现在没有办法内用只好做外带 现在三级警戒持续当中不止饭店的餐厅 一般的餐厅也都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内用 尤其吃到饱的餐厅靠人流的业绩几乎都没了怎么办呢 为了要挽救生意有业者改推海鹿便当 可以吃到牛小排大干贝等等非常澎湃的食材 而另外一家吃到饱的烧肉店也推出烧烤风味的海鹿便当 成功带动业绩成长三成 美国牛小排煎到五分熟用余温静置达七分熟口感 绅士等级背海道干贝双面煎到金黄上色就可以起锅 牛肉鲜干贝甜口感香嫩多汁海鹿双拼双享受 吃到饱餐厅受疫情影响推外带便当 以原有的多元餐点为优势 还推这款九宫格便当 含瓜了烤箱鱼五香肉以及片皮鸭等各式菜色 白饭上还铺了酱烧血子鱼跟天妇罗 外带便当也能吃得很澎湃 疫情爆发以来那我们的业绩影响了八到九成 我们本身其实是自助产品牌 那我们针对外带外送的部分 我们是在我们的餐台的人气商品 宝贝业者集结了餐厅里头的各式经典菜色 做成海鹿便当也成功带动业绩成长两成 有烧肉业者同样也推出了外带便当 里头有牛肉鸡肉还有墨鱼卵香肠 三种享受一次满足 澳洲和牛每隔15秒就得翻面 除了锁住肉汁 煎过的外层更显酥脆 口感扎实带点嫩 再搭配香嫩鸡腿与松板鸡 主菜不仅是鸡肉与牛肉双拼 再搭配上墨鱼香肠呈现不同风味 里头的鱼卵在口中爆开增添口感 日制烧肉便当还必备葱花玉子 沾附生蛋黄的牛肉风味更多层次 疫情下拼出路靠海陆便当大战 挽回业绩增加吸引力 东森财经新闻 钟云锐 谢维仪台北报道